江峰漫谈 朋友们好 今天是2023年的2月17号 财新2月16号晚间报道 华兴资本董事长兼CEO包繁失联了 这几天来呢 没有在办公室或者其他公开场合出现 手机微信等也无法取得联系 随后华兴资本在港交所发布公告称 集团董事会德西公司暂时无法与包繁取得联系 董事会并不窒息任何资料 显示包繁失去联络一事与或者可能与集团的业务或者运作有关 而集团目前业务或运作呢 是为止正常 但是怎么可能正常呢 在听风就是雨的股票金融市场 你这报告一拿出去 你肯定要经历巨大的挫折的吧 公司的老板失踪了 更何况是在中共的地盘上 这种失踪往往意味着什么 就招惹了官家 这种失踪最轻的也是公司业务跌入低谷 严重的就是身家不保 甚至进了大牢 大家可以看到 周五港股的交易中 华兴资本控股开盘着大跳水 暴跌于30% 高点腰斩 总市值跌至40亿港元以下 这就是市场的第一反应 显然集团业务不仅无法维持正常 而且已经遭受了腰斩跳水的损失 那么以往那些惹了麻烦的中国富豪们 企业主管们都是怎样的经历呢 在中国大陆现在从上到下都只认钱 但是多少钱都无法带来踏实的安全感 因为即便实现了财务自由 也无法得到真正的人生自由 甚至说一句错话 富贵如马云者 一样要遭到灭顶之灾 包凡的失联 是一个成功企业家 个人的境遇 也是一家优秀的投资金融集团的命运 再到整个股市的跳水 三样事情三层本质 就是这种无所不在的对公权力的无奈和恐惧 我们先看看那些走到了中国财富顶端的 顶级富豪们的类似经历 习近平当政的这十年 中国一批知名私企或者当局的这个反腐名义下轰然倒塌 财富被政府洗劫 掌舵人成为阶下囚 2015年 中国至少有五名企业高管 在没有事前通知他所在公司的情况下失联 其中就包括复兴集团董事长郭广昌 2017年明天系的肖建华在香港被不明人事带走 后来知道是公安部的特勤局干了事情 甚至成为了引发香港反送中运动的重要导火索 2022年8月 肖建华被判处了13年徒刑 个人财产被分挂殆尽 2017年 邓小平家族安邦的吴小辉也被带走了 后来被判了18年徒刑 没收105亿资产 前段时间开始的 中国政府对这个私营企业高管的新一轮打压 这被打压者就包括阿里巴巴的创始人马云 马云就从公众视野中消失了 大家能看到的都是一些直言片语 在日本、香港、欧洲、在某地现实那种八卦消息 显然这位曾经的华人首富 在放弃蚂蚁集团实际控制权之后 已经过上了低调流亡的生活 那么包繁到底是什么情况呢 是自行出走了 是被绑匪绑架了 还是被比绑匪凶悍千倍的当下政权给绑走了 那我们来看看啊 马云出走之后呢 阿里巴巴从来都没有公告过马云失联 但是人们始终可以零星获得消息 甚至浙江省政府请他回来的新闻 这说明什么 政府开开了一条小的渠道 让大家得知他过得还不错的这种状况 说明他是被政府安排失踪 并小心翼翼的透露一些他的行踪 避免更大的对政府行为的猜忌 造成负面影响 肖建华从香港被绑架 因为他是加拿大国籍 加上这个对香港有绝对控制能力的 这个江曾家族跟他关系密切 更重要的是涉及香港一国两制 司法独立性的敏感 因此那个行动是秘密的 是习近平手下直接执行的秘密抓捕行动 因此肖建华家属和亲信是不知情的 在失联之后呢迅速的报警 因此惊动了社会各界 包繁显然不是自行离开 否则什么 紧接着他自己的公司遭受的股灾 是可以预期的 他傻呀 没那么傻 跟自己的钱过不去 那他也不会是遭受了意外 我指的是刑事犯罪被绑架了 因为那样包繁的家属或圈内的亲信 会第一时间报警 或采取其他的营救行动 绝不会发出这个企业公告 让社会知晓 社会知晓了 那绑匪就知晓了 那就让其个人的安全会受到威胁 因此呢包繁就是被当局带走无疑 但是也不会如同肖建华那样 是被秘密抓捕 因为他的家人没报警 显然是什么 是知情的 有人告诉他的家属 政府给他带走了 他也不会像马云 政府并没有在马云个人是否设计刑事案件上找茬 是吧 是人可以走留下买路钱的这种抢夺方式 你马云把钱留下 蚂蚁集团留下 你自己获得自由 又不像马云这样 所以我认为包繁更多的是 类似复兴集团的郭广昌 是因为协助调查的缘由带走的 就等于是中共先把你人先控制起来 如带宰的羔羊 中了的留案底 轻了的过一段时间就可以返回公司了 那么会是因为什么事情要协助调查呢 会不会还有真实的内幕呢 今天咱们就把这个事情跟大家讲 好好讲一讲 我先跟大家说一下我的一个心理状况吧 就是在这个案件上 我首先想到的就是胡新宇的失踪案 在中国有太多太多的这种无奈 和对生命对生存状况的恐惧 不论你是一个江西贫困地区的普通中学的一个中学生 还是富可敌国的富豪 如马云 包繁和肖建华 在中国这个地方 如果真相不得知 人人对别人的幸福和别人的命运冷漠的话 这种事情迟早会发生在任何人的身上 所以我说咱们把这个事好好说一说 那么说包繁 很多迹象其实都指向了包繁的失联与前高管丛林 被带走有关 丛林是谁呢 据财新报道 大约五年前呢 华兴资本从公银租赁拿到了一笔两亿美元的贷款 2018年拿的 2018年9月就偿还了 不久后 曾经在公银租赁担任总裁的工行老人丛林 加盟了华兴证券 据称是包繁邀请的 并开出了千万级的年薪 2022年9月 丛林被有关部门带走 据称与这笔贷款有关 咱们想 丛林呢 这个人呢 他是工商租赁这个公司的第一任总裁 把工商租赁从零开始做到了2200亿的巨无霸 因为他是工商银行下属 占了很多的政策和客户的便宜 2016年1月 丛林辞去了这家中国最大的金融租赁公司总裁的职务 这笔贷款发生在丛林辞职后 与华兴资本就职之前这段时间 那么这笔买卖按逻辑推理 那就是丛林动用了原来的关系搭了桥 促成了这笔贷款 那么包繁呢 作为企业主在这笔交易中是否有过行贿等不发手段 给予丛林的这个千万年薪是不是属于变相的好处费呢 这恐怕就是调查的表面理由 那么我们就要进一步问了 两个亿 两个亿美元给华兴前后仅仅几个月 就交回去了 这很不符合这个借贷的一般规律 或者说很大的可能是什么 华兴发现工商租赁那边要出状况 于是呢赶快周转资金 很快归还了工商租赁 把这笔钱还回去了 那出了什么事呢 咱们知道工商银行啊 是目前呢世界上最大的 这个资产最多的银行 中国是最大的国有银行 工商租赁又是排名第一的金融租赁公司 所以这两个亿美元本来小小儿科 本来真的不必大动干戈的 包繁的华兴也完全具备还款能力 而且当年也把钱还回去了 这里面会有怎样的内幕 才把这个潜水沟翻出了巨浪呢 这就要从工商行前行长江建青说起 江建青的家世并不显赫 他的父母其实是一般的国营事业的员工 江建青高中毕业呢 就遇到了文革 到江西农村插队做知青 上海人 后来又被分配到这个河南 去挖了三年煤矿吃了不少苦 文革一结束后回到了上海 江建青就分到了这个工商银行 学会分行去数钞票 从银行的最底层员工干起来 他一边工作一边念大学 1984年从上海财经大学毕业 之后又拿到了上海交大硕士与博士学位 赶上了中共培养专业干部的年轻干部的时代 于是他一路升迁 这与上海帮在中国政坛的地位有关系 江泽民靠的是六四上的台 去中央之前是上海市委书记 六四之后呢 朱镕基接棒上海也做了书记 他做的最大的一件成就 就是开发普通 当时邓小平也很重视普通开发这个事 连续四年 就在90年代初的时候 春节都是在上海过的 普通它的标志性建筑 有很多朋友去过上海去玩过 都知道明信片都是吧 东方明珠 这就是江泽民和朱镕基成就的名片 这座高塔建设是靠的银团贷款 而其中贡献最大的就是工商银行 浦东分行 而在开建这个明珠塔的时候呢 浦东银行还没有浦东分行 浦东分行是那个时候才开始创建 创建者带队的就是江建青 据说当时同为交大毕业的江泽民 专门传话给江建青 说你这个上海交大的老校友要做贡献哟 大家看是吧 现在还有一个同志的这个纪念币 来纪念工行浦东分行 牵头完成东方明珠贷款的工计的 纪念章同时还有江泽民的提词 当然了 这后来掌控了中国金融大权的朱镕基 那也对江建青是格外重用 帮了大忙了 是吧 那么江珠下台之后 江建青作为后江泽民时代金融领域的重臣 准备是继续担任工商银行董事长职务 还准备在十九大更上一层楼的 进入国务院国家发改委担任副主任 但是这一切被习近平一把拦下 2016年5月江建青裸退 好 咱们回想到丛林 丛林作为工行最重要的一个部门和资产管理者 那当然是谁的亲信呢 江建青的亲信 是他最信任的助手 他在工行租赁的总裁职务 就是在2016年的1月份突然终止的 那丛林为什么到包凡这里打工呢 说明什么 说明他下台之后 中共并没有给予他任何合适的安排 是整个就把他职务拔下来了 是典型的政治斗争的牺牲品 他跟随着江派的工行董事长江建青一起下台的 是吧 江建青没有按照江派的这个安排进入国家发改委 是全退 所以丛林也是全退 政治斗争的牺牲品 所以这个事的根源在这 但是这个事呢 还没完 把他们赶走之后 2019年习近平呢 开始金融界打虎 包括中信集团很有名 是吧 元老赵景文 上海金融界大佬 工行上海分行行长顾国明 都是这时候下马的 同时呢 工行总行呢 议会满 这个前往证监会担任主席 离开了工商银行 而习近平的旧部福建中行出身的陈四青 担任了这个工行的董事长 从此这个世界上最大资产的工商银行 被习近平牢牢抓住了 习近平不是说要要叫什么 叫贪污腐败倒查20年吗 但是跟看那个黄小红 他到公安部一样的 一定要找出前任的问题来 是吧 才能清除公安部的这些这些什么什么 这个谁谁的队伍 所以也是就是要清除其他政治力量的干部队伍 因此对于工商银行和华兴资本 一个国家级的航母 一个民间的远洋大渔船 都是这么有实力的金融机构 两个亿根本算不了什么 而且更重要 这还是2018年9月份他已经还回去的钱呢 是不是 那怎么会找出问题来呢 就是因为政治上的清算开始倒查 这里跟大家说一下 跟大家这个分享这个分析啊 都是来自我个人的挖掘 和对中国这个政治社会环境的深刻观察 那么今天大家可以当就当剧本来看吧 看以后有了更多的眉目 然后再做褒贬吧 然而解释了包凡被带走调查与丛林的关系 以及涉及案件的政治内幕 但是有个问题没有说清楚 是什么呢 就是公司公告 这公司公告完全可以等市场逐渐的有传言 是吧 到公告 这有一个消化过程 你不能上来就说董事长没了 找不着了 那市场会恐慌吗 是不是 你完全可以等待比如证监会 或者是司法部门发出监管谈话通知 然后你再另行发布公告 为什么要这样的极不理智 又不符合公司运作规律来这么高公告呢 这显然是对公司财富的惩罚性打击啊 我觉得这一定是在中共强权部门威胁下完成的 这名义上搞臭经济上搞破产 中共最爱玩这套东西 目的非常强 是吧 那么为什么他要这么做呢 为什么要惩罚华兴 惩治包凡呢 咱们回头看 最近发生一件大事 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会在2月16号召开了会议 习近平主持会议所谓发表重要讲话 反正他是一点都不客气 就说了 说过去三年 中国人是每个人经历的这个灾难呢 到了习近平嘴里是什么 是人类文明史上 人口大国 成功走出疫情大流行的奇迹 灾难变成了奇迹 他说实践证明 党中央对疫情形势的重大判断 对防控工作重大决策 对防控策略的重大调整完全正确 全面清零 他是对的 全面放开 也是他对的 紧接着就开始强奸民意了 他说 措施是有利的 群众是认可的 成效是巨大的 至于这些讲话是如何不要脸的 这个就不是我今天节目的重点了 就不说了 我是想告诉大家什么 这其实这就是中共的定调调 什么是定调调呢 就是相关的所有这个时期出台的政策 都要按照完全正确的思路来走了 那么好 疫情期间对网络平台 等众多民间科技企业的打击就不能翻盘 对金融业的整肃就不能停顿 而华兴资本作为一个金融企业 正好在这两点上都与习近平的奇迹杠上了 所以他要整理 咱们看 华兴资本是2004年创立的 包凡当时创立这个企业的时候 是从中国的新兴网络和科技企业中看到了机会 你看新浪的这个王志东 是吧 从中关村的一个岛爷变成了纳斯达克的新贵 还有搜狐的张朝阳 网易的丁磊 2003年起 中国的互联网盈利模式爆发 而这些产业正好是包凡了菜 他就玩这些公司的这个金融运作 给它包他们上市 给他们融资 视频网站啦 什么电子商务啦 网络游戏 社交娱乐 交友 相亲 是不是 下面很多这个 我给大家读一些这些 企业耳熟能详的企业和平台 像当当网 巨人 暴风影音 开心网神州租车 优酷 还有这个土豆 是吧 爱奇艺滴滴快递 还有这个美团点评558赶集企业程 一直到京东 都是包凡的天使投资 乃至上市策划的客户 大家发现一个特点了没有 刚才说的这些企业各顶各的都是什么 都是民企 而且并没有那么多的显赫家族 也不需要跪舔 是科技让他们获得了财富 而那些围绕着什么矿山 能源 房地产的那些什么 中共的权贵们一下傻眼了 是吧 网络科技挣那么多钱 以他们想象不到的速度在资本市场全钱 让权贵们妒忌眼红 这也是习近平集团为什么去打压这些民间资本 民间企业的重要原因 让他们从资本市场退出来 让那些钱回到他自己能控制的企业国企上 大家要知道包繁最早的竞争对手是谁啊 中金公司 包繁创业2004年嘛 朱镕基儿子朱云来当时是担任了中金公司的CEO 这是国有控股投资银行 几乎垄断了所有大型国企的境外上市业务 他都玩的是权利对吧 你不让他做你也甭找别人去做去 所以你看看中金的客户什么中国电信中国移动 中国联通中石油中石化 中国人寿建设银行工商银行 这一色的国企的海外IPO都是中金完成的 也就是说包繁的华兴在于什么 在于国家争夺资本市场啊 并且在相当长的时间里还战胜了国企了 这不就与习近平的公司合营2.0版 也就是说国家可以公开去抢夺民企的目标相反了吗 是不是你看他要抢 山西吉林各省直接派中共官员进入民企担任管理者 直接抢啊 你包繁就帮着他们做大 帮他们变成一个个马云 拥有强大的网络话语权 最后还能有个大学 是吧 拥有国家意志之外的民间意志 这中共受不了啊 这是习政权要摧毁华兴的根本原因 就是要反常的发布公告 让市场来摧毁华兴的小人用心 你说我不发能行吗 我不这么干能行吗 我不遵守你只能行不行 你的人在人家手上 此外呢 包繁呢也是什么 一不小心躺枪 怎么回事呢 金融时报报道过 习近平对马云的整肃源自一顿豪华饭局 这个事大家恐怕都已经听说了 对吧 是2018年1月 达沃斯会议上 马云宴请了30多名国际老朋友一起吃饭 包括里面包括了国王王后总统总理首相 还有国际组织负责人以及比尔盖茨这种西方顶级商业领袖 但是同样这次参加达沃斯论坛的习近平的心腹刘鹤却缺席了宴会 是马云没有请他吗 看不上他吗 还是刘鹤的面子作为中共领袖的面子放不下了呢 中共在一个特定时刻呀 被中国的私营企业主给代表了 那独裁者肯定很不爽嘛 他们无法接受民营企业在国际舞台上长袖善舞 尤其是中共领袖出了名的虚伪刻板 这一下对比太大了 是吧 其实同样的看法也出现在了低调的包帆身上 为什么说他是躺枪呢 因为他没有出面去请这么大的一顿饭 结果呢 是一本杂志给他个弄惨 2015年美国财经杂志彭博市场公布了 第五届这个全球金融五十大最具影响力人物 中国共产党这些官员们呢 看着东西很看重的排在前面 说明我的影响力大 他要这种权威的满足 排第一的美联储主席叶伦 无可厚非 排第二位习近平 那么还有呢 像苹果的CEO 还有这个股神巴菲特都在榜上 咱现在就说说谁 就说这个上榜的中国人当中有一位七零后 排名二十二 说的就是包帆 他作为一个中国的民营金融家银行家 远在中共最有权势的中纪委书记 而且是号称金融沙黄的王岐山前面 他排在王岐山前面了 跟习近平排在同一个这个影响力榜里面了 这跟马云一样犯了计 当中国数量众多的民间企业 把包帆当做通往外国资本的神的时候 党魁们 他们那种人民的大救星的地位 当然就受到了挑战 何况在习近平下定决心要什么 国际民退整肃民进企业的时候 你的海外资本拟成了中间的桥梁 你说他能不想把你拆了吗 因此 为中国民企摆脱对中共控制的国有资本的垄断 帮助民企扬帆出海的华兴资本 与中共的国际民退的政策就产生了剧烈的冲突 而包帆作为国际银行家 50位最有影响力的银行业金融业的影响力人物 他远离权力核心特立独行的声望 让中共党魁心生妒忌 这就是包帆失联华兴被打的根本原因 好 今天的节目咱们就做到这了 再次强调 这本节目都是我一家所言 个人分析与大家分享 但是是言之有误 现阶段呢 我觉得就包凡个人和他的企业 都还处于一种极度不确定不稳定的状态当中 所以呢 我做这个节目也是希望大家看清真相 别上别有用心之人的当 理智投资 呵护良心民企 良心企业 让中国的民营企业家们留个活路 我们明天会员网站周末早茶见 我来说明天会员